岳飞的这首满江红词,最近因为同名电影满江红,又进入了大众的视线,据说有关赢者在散场之际集体起立背诵全篇,还有一些网友看完电影之后发出感慨,小侄女从未听说过这首满江红,还是看了电影才知道它的存在,以史为静,可以知心替,以人为静,可以明德诗,欢迎订阅真正历史,满江红存在的疑点。 上个世纪,国内曾经爆发过一场关于满江红作者是不是岳飞的争论,先是著名语言学家于嘉熙,在其所著的《四库提要辩证》中指出。 这首词存在疑点,到了1962年,杭州大学教授,词学大师夏成涛在一本日本刊物上发表文章,称这首词可能不是岳飞之作,随后,在学术界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论战,到了1979年,眼见风波将要平息时, 著名红学家于平博突然把满江红,从自己编辑的唐宋慈选世中删除,理由就是他的作者存疑,那么,这首满江红,到底存在什么可疑之处呢? 综合各家之观点,大概有下面这么几处疑点,第一,于嘉熙在50年代指出。 满江红正式出现的时间,是明朝的嘉靖年间,当时有一个大学士名叫徐坚,他写了一本《月五目遗文》,《月五目遗文》中提到,在明朝红治15年,公元1502年,浙江有一个官员重新修建了五目祠,并把这首词提写到了一块石碑上。 基于这一点,于嘉熙表示,宋元之人从来都没有提过这首词,可是,他突然就在几百年后冒出来了,这是一个可疑之处。 第二,岳飞之孙岳科编写的《金陀翠编》,里面也没有这首词,岳科写这部书的目的正是搜集岳飞遗文。 替岳飞说话,如果岳飞真写了这首词,岳科不可能不收录进去。 第三,夏成涛指出,词中的踏破贺兰山区,其实是不对的,因为贺兰山在河套地区,而宋金交战之地是在两湖,以及河南地区。 另外,唐诗之中有很多人提到贺兰山,但是他们每一次提到这三个字时,都是识写。 换句话说,就是唐朝之识,贺兰山并不是一个典故,所以不存在词人用贺兰山做异象的可能。 实际上,据有时可查的记载,满江红怒发冲冠,在明朝的时候,才被人发现,并且流传开来,据记载,明代红志年间,浙江镇守太监麦秀命人将这首满江红此刻于杭州岳飞庙碑之上。 显然认为,满江红,为岳飞所作,在岳飞遇害之后,他的尸首也是从狱中偷偷带了出去,得以安葬,由于迫于秦桧及其同党的淫威,岳飞生前来往的文稿都被损毁灭迹,甚至有关岳飞的史料也被秦桧抹掉。 至于我们现在,所看到的,关于岳飞史料,多是由岳家军老兵,以及岳飞的孙子岳科等人补齐的,关于岳飞的千古名作,满江红,怒发冲冠,更是不见于宋史。 即使在岳飞的孙子所编《金陀罪编》《恶王家谱》没有收录这首满江红词,按常理说,满江红这首这么重要的词不应该被遗漏才对,然而却在明朝以前的史料中没有任何蛛丝马迹的记载,简直令人匪夷所思。 因此,有人就对将满江红,怒发冲冠,定为岳飞所作的观点提出质疑,因此,有不少专家认为,满江红,怒发冲冠,并非是岳飞所作,而是后人委托岳飞所作,作者很有可能就是明朝人,甚至有人怀疑作者就是明朝的大臣于谦。 认为这是于谦由土木之变联想到靖康之变,借岳飞抗金世纪书发胸中愤慨激烈心情写成的,除此之外,满江红,与于谦石灰银的作品意境风格一致,在文笔上等弦,一词也许是诗人于谦的习惯。 当然,也有很多学者对此观点提出了反驳,坚定地认为,满江红,怒发冲冠,作者是岳飞无疑,这些学者认为,满江红,怒发冲冠,所表述的思想感情和那种慷慨激昂的风格,与岳飞的孙子岳科在金陀罪边收录的若干关于岳飞的提及。 诗词中的情感风格基本一致,是岳飞所作无疑,只是当时可能基于各种因素,没有被收录在书中,实际上,正是由于没有明确的历史记载,才让人们认为,满江红,怒发冲冠这首词,不是岳飞所作,其作者另有其人,这也是学者们严谨的一面,无可厚非。 至于历史的真相,就需要新的历史研究和考古发现,希望有新的历史证据,为我们揭开历史真相,著名的目录学家于嘉熙,是第一个站出来怀疑的,他表示,这首词最早出现于明朝大学市徐杰所编的《岳武木遗文》中。 之前几百年,一直没有任何记录,包括岳飞的子孙,也没有记录下这首词,所以,他很有可能是明代人伪作。 之后,著名教授饶宗仪也做了一番详细的考证,他发现在徐杰之前,在明朝景泰六年,1455年,已经有人记录下这首词,并以岳飞命名,这不仅不能推翻于嘉熙的推论,反倒更加深了满江红是伪作的印象。 之后,钱忠书先生也认定这首词是伪作,并表示,他借鉴了不少人的作品,夏成涛教授表示,词中的贺兰山在西北方向,与岳飞事迹不符合。 学者于平博也怀疑这首词的真实性,他在撰写,唐宋词选试时没有选入这首《快智人口》的词,当然,支持这首词是岳飞亲笔所作的学者也不少,邓广明,唐规章,周汝昌,程千帆,各个都是学术界的大咖, 和反对阵营,可以说是旗鼓相当,他们反驳的理由也是很有道理的,由于文献存在大量仪式状况,所以岳飞子孙没有将此词收入文集中,也是有可能的,至于贺兰山,可以是范指,也可能指的是河北慈县的一处山,和岳飞的事迹并不矛盾,岳飞的满江红。 为何岳科没有收录,却被明朝的徐杰收录在《岳武木遗文》里呢? 南宋时期,岳飞进驻朱仙镇,秦桧连发十二道金牌,催促岳飞班师回朝,临行之夜,岳飞难以入眠,站在帐篷外,思绪万千,他心里很清楚,一旦退兵,多年征战之功白费,而他金钟报国的满腔热情和报复,恐怕要复之东流,再也难以施展了。 想到这里,他转身走进营帐内,提笔一挥而就,写下了满江红,随军文书姓甲,将诗词收拾起来,放在行李中,第二天拂晓,军队把营启程,班师回朝。 后来,岳武墓遭到秦桧等人的陷害,被捕入狱,秦桧派人到军中搜诉岳武墓谋反的罪证,姓甲的文讯,赶紧将满江红抽出来藏了起来,因为诗词中有靖康尺三字,是宋高宗惠莫如深的话题,必然会被秦桧等人拿来大作文章。 为了保护岳武墓,这首诗词绝不能面世,岳武墓被害风波停后,姓甲的心灰意冷,以年老多病为由,辞职回家去了,如何带走满江红,却让他头痛不已,因为离开军营时,会搜查行李,思来想去,他把身上的棉衣脱下来。 把针线挑开,把纸张铺在棉絮中,然后再用针线缝上,最终把诗词带回了绍兴老家,第二年,到了岳武墓遇难的忌日,晚上,姓甲的祭奠岳武墓,念诵了满江红,他有一个姓刘的好友,和他意气相投,常常感叹,朝廷对岳武墓不公,晚上也来和姓甲的一起祭祀,听了这首慷慨激昂的诗词,不由地竖起大拇指,赞不绝口,姓甲的长叹一口气,流下泪来,哽咽着说, 老友,你知道这首诗词是谁写的吗?就是蒙冤驱死的岳武墓写的呀。说吧,拿出了岳武墓的一作。 两人时而诵读,时而感叹,彻夜难眠,姓刘的熟记了这一首诗词,时常背诵,这以后,每当岳武墓的祭日时,姓甲的和姓刘的,都会在祭奠岳武墓时,慷慨激昂的诵读这一首诗词。 几年后,诗词在当地小范围流传开来,有不良人向官府举报,秦桧得到消息,下令捉拿姓甲的,搜缴诗词,姓刘的得到消息,赶紧通知姓甲的,两人连夜带着家人逃走了,东躲西藏,浪迹天涯,在官府的施压下,人们不敢传送这首诗词了,渐渐的,这首诗词被遗忘了,宋孝宗时期,岳武墓被平反昭雪。 姓刘的得到消息,欣喜的对姓甲的说,大哥,岳武墓被平反昭雪了,我们可以把满江红公开了。 姓甲的,已经是白发老翁了,摇着头说,不可,赵官家对于靖康尺,依然是忌讳的,这首词要是公开,赵官家必然脸上无光,不知道会闹出什么幺蛾子来,还是不要公开的好。 姓刘的点点头,漠然不语,一转眼,到了宋明宗时期,岳武墓的孙子岳科中了禁食,在朝中围观,此时,姓甲的和姓刘的,已经作骨了,姓甲的孙子得到消息。 满心欢喜,打算带着满江红,投靠岳科,被姓刘的孙子制止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